美國兩大有線電視合併 消費者成員大頭 正好碰上情人節 美國最大有線電視營運商 康卡斯特 宣布以452億美元 迎娶時代華納有線 若這幾合併案通過 康卡斯特將可提供 蹩腳服務 給75%的美國民眾 康卡斯特這下可開心了 因為他們可將紐約 和洛杉磯納入版圖 但有些電視業者如 Verizon 和 AT&T 發布的美國執法者 趕緊介入這樁聯姻 這幾合併案 將賦予康卡斯特前所未有的 媒體守門員權利 更渴望成為業界的惡霸 對其他數位內容公司 不需求 這場交易的最大贏家 當然會是必須付高額費用的 美國民眾 除了弱到不行的Wi-Fi信號 還可想歸宿網路 真是個雙贏的局面啊 你說是不是 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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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